2018-04-15 舞台赛事精华摘要Bagota Slash Lugano 本周它有两项赛事同时进行,分别是在南美哥伦比亚的Bagota站以及在瑞士南部的Lugano站。 Bagota International。 Bagota International。 本站开打于1998年,向来都是宏图高手的天下。 去年冠军是意大利老将Francisco Skywon 不过今年没有来参赛,放弃未免。 从前表来看,今年参赛阵容比较弱一点,第一种子是排名61的德国选手Mary Ataji-Ana,这应该是本人看过排名最低的第一种子的舞踏巡回赛事了。 最后打入决赛的是去年的亚军西班牙选手Larry Roe-Berena以及斯洛伐克选手艾尔克罗里尼斯科米罗里尔。 斯科米罗里尔曾经是受到瞩目的新秀,2015年曾拿下两座舞踏巡回赛的冠军Katowice-Barcharest,最高排名一度来到第26名。 不过2016年却突然断线,还曾经一度打出0胜16败的难堪成绩,排名就次调出100名外。 这次再度打入决赛,可以看出他的状况已经慢慢回升。 决赛过程受盘双方状况都很多,前四个发球局都是破发,不过随后斯科米罗里尔展现比较强大的攻击力,最后以6比2拿下第一盘。 第二盘也是尔如厄·Berena先破发,不过未能守成,让对手再度以6比4拿下胜利,赢得后座。 这是科米罗里尔奎为近三年来的第一作物,他等级单打冠军,希望他今年能再度把状况调整回来,加入竞争的行列。 Lugano International。 本站是位于瑞士南部靠近意大利的Lugano,取代去年在Bio SlashBN战场地,也从室内应地改为室外宏土。 卫免冠冠军是杰克的新秀Marky Tweron Gelsowell,去年他在Bio SlashBN战役17岁的年纪爆冷门拿下第一个舞台单打冠军,不过今年在第二轮就输球,卫免失败。 最后打入决赛的是比利时的伊利斯·莫尔特斯以及白俄罗斯的雷里尼·塞伯伦克,今年可以说是莫尔特斯丰收的一年,不仅年初在Hobbert退免成功,接着熬往一局打入四强,这次又在本站闯入决赛,表现相当强颜。 另外塞伯伦克也是颇受瞩目的新秀,球质相当重,强力打法非常有爆发力。 决赛过程相当的精彩,就是看到塞伯伦克不断强攻猛击,姆尔特斯想办法在底线僵持,然后再找机会反攻。 不过可以看到塞伯伦克虽然攻击强劲,全场红处24个只胜球,姆尔特斯只有9个,但也同时发生了35次的非兽破性失误,姆尔特斯只有7个,最后姆尔特斯就已7比5,6比2拿下个人第三座舞台单打冠军,排名也升到职业生涯新高的第17名,相当恭喜他。 我国好手谢苏维也有参加本战单打赛是可惜第一轮救赎球。 另外姆尔特斯也赢得本战双打冠军,可以说是双血淋门。 下周有FIT Cup的比赛,因此舞台修兵一周仅有一项在中国郑州举行的舞台一二五K的比赛。